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节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301节 不信邪的李二连夜把李佑李岸从书院叫回来 让他们呢 当着自己和房泉龄杜如悔 长孙无忌的面 把题目做了一遍 没说是大考的题目 只说是自己想要考教一下儿子的功课 愁眉苦脸的两个少年打开卷子之后 就变得镇定下来 哥俩对视一眼 四个大人明显的看到他们眼中的窃喜 李二心里叹口气啊 清雀说的没错 这些题目恐怕难不住他们 果然半个时辰就做完了 李岸还着重的驳斥了最后一题 认为只关注赋税呢 是对大唐江山的不负责任 李佑则规规矩矩的把官府的应该做的各项职能 重新的列举一遍 很谦虚的说啊 这是自己的一点浅见 君臣四人坐在昏暗的烛光下一言不发 李岸 李佑却兴高采烈的拿了父亲的赏赐 去后宫探望自己的母亲 看得门外远去的两个儿子 李二苦笑着说 这是真最顽劣的两个儿子呀 玄灵 可明 无忌 你们看 李佑李岸他们的两道策论题 回答的虽然青色 却也中规中矩 其他的算学 天文 山川 一道不畅 清雀 克尔这两个孩子 认为做这种题是在羞辱他们 玄灵 你的幼子一爱 也在书院 想来也拦不住他 可明 杜河在书院 听说成绩要比我的这两个逆子要好 无忌的老四老五也在书院 他们也会认为我们出的题目很简单 这道是谁作罢 朕不想书院的十三四岁的孩子都用到朝堂来做官呢 陛下 您在洪文馆的那些名士也来试一试 就知道书院和其他学子的学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然后我们再想应对之错 陈党也把试卷拿回去 多找些人来做 看看结果吧 房玄灵立刻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书院的学生在算学 天文 地理 人情 事故上把握的极为精准 但是传统的策论 古言 典故 诗文 却还在预料之内 这一颗皇帝偏向于实际运用的科学 压缩了那些传统知识的篇幅 这就造就了书院弟子在偏试题上大放异彩的虚幻景象 当然 李太这种妖孽不能计算在内 他的策论就是老房看了都拍案叫好啊 李二忧心忡忡的回到寝宫 不准备去其他妃子那里 直接来到皇后的住所 长孙正抱着小女儿哄她睡觉 李二看到这一幕 自觉的坐在椅子上喝茶 等待孩子入睡之后呢 才准备和长孙谈话 小女儿睡着了 长孙把她放在沙障里 吩咐乳娘 小心看护 这才来到前厅 从阁厨里取了一些点心 放在桌子上 二郎 吃些东西吧 这些糕点没有放糖 孙先生让你少吃些甜食 朕哪里有心思吃东西啊 李安李佑这两个逆子 都把朕亲自出的难题一一破解 如果他俩参加大考 一定会考中的 长孙惊恶的看着李二 他不敢相信 以那两个小子的心性 也能轻松做出丈夫出的难题 不过这种惊讶只是一瞬间 就笑了出来说 人常说 俯护无犬子 您的儿子 做出您的难题 那也不是什么让人不敢相信的事情 孩子长进 您应该高兴才是啊 为何愁眉不展呢 书院两年的教育 抵得上阵十年之功 现在你何时听说过 李佑李安胡闹过 以前还会犯那些让人吃冷的错 可是现在回到宫里 不是陪着他母亲 就是在长安规规矩矩的游玩 皇宫里考笑他们学问的先生 都对他们刮目相看 可见皇家的教育 到底是出了毛病啊 陛下这是在责怪臣妾呢 教导不好孩子 是臣妾的过失 长孙也有些迷茫 李佑李安身上的变化 可谓是翻天覆地啊 骄纵 蛮横 阴毒 余色 这些毛病居然一样都没犯过 虽然呢 没给以前欺负过的宫女太监道歉 但是却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银钱 作为补偿 现在这两个孩子 如果没有以前的恶名声 谁都不会把两个文字 冰冰的少年和那些恶事联系在一起 为此 因非为了感谢菩萨 这足足吃了一年的素啊 朕不是在怪你 就是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变化 当初云叶说 把他们交给书院 我就不得过问 哪怕是一些奇怪的事情 也不许过问 然后就有了理由 被云叶换新的事情发生 李安就被绑在柱子上 声称自己亲眼看见了云叶 破开理由的胸膛 挖出来了心 给他换了一颗大洋的心脏 虽然李宪把前因后果都给我讲了个通透 可是这还是不明白 既然是假的 为何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呀 云叶说 久居知蓝之事 久而不绝其香 用这句话来搪塞朕 现在想起来 这个混蛋是在骂朕呢 因为这句话上还有一句 久居鲍鱼之寺 久而不闻其臭 小子 敢说朕的皇宫里是鲍鱼之寺 等你回来 朕就把你关进鲍鱼之寺 罪名是现成的 殴打郡王 孙平哭得让人心烦 就让李元昌得意一回 陛下 不妥呀 云叶这回可是吃了大苦头 闲死还生的给您运粮食 找财宝 有大功于国 一回来您就处罚他 恐怕不妥吧 嗯 是有点不合适 那就等他下回犯错 一起处罚 反正他总是犯错 朕想抓他的尾巴 很容易 嘿嘿嘿嘿 当李二说这些话的时候 云叶正蹲在船上 拿着筷子捞鱼 标准的水煮鱼 锅子上面 飘着厚厚的一层红油 青色的花椒串子 散发出一股股的浓香 洁白的鱼肉 在锅子里翻滚 红尘嘴里含着筷子 就等着鱼熟的那一刻 嘴里的筷子 你要是敢伸进锅子里 我就把整口锅扣在你头上 云叶对红尘 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红尘这家伙吃起饭来 总是舍生忘死的 什么礼仪都不顾了 河中午就文雅的多了 按照云叶的吩咐 给自己调油碗 无蛇也做的端端正正的 面前放了两双筷子 随时准备出击 锅开了 云叶才吃了一块 无蛇就已经给自己捞了满满一碗 红尘也不甘示弱 烫得嘻嘻哈哈的也不住嘴 就连合中午也给自己夹了两大块 锅里已经没有了 只好再从旁边的鱼盘里倒进去一些 准备下一锅 侯爷 嘿嘿 这是下官这辈子吃到的最美味的东西啊 咱们关中人原来不喜欢吃鱼 这牛羊啊都吃惯了 吃不来这些精细的东西 而错过了如此美味 实在是不该呀 说完呢 又从自己的碗里捞出来一块继续战斗 这次回家呀 说什么都不往外跑了 几乎绕着大唐的边境跑了一个大圈子 人家都是在明山大川游览 富士高歌 只有我这哪里倒霉去哪里 关中的好地方啊都没去过几个 亏大了 所以回到家里啊 先蒙头睡他个昏天暗地 然后呢 再好好的在家里啊 陪陪老婆孩子 嘿 我的小妾呢 要生了 这个时候我还在船上飘着 的确是不该呀 人一辈子到底想要些什么 什么时候有个够 我满足了 高官厚禄我有了 娇妻美妾我有了 对大唐我也是尽心尽力过 所以我准备三十岁退休 好好地享受自己的生命 吴舍啊 你已年遇古兮 不如趁着这次立了大功 随我一起进秦岭 混着混着把这辈子过完 免得临死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活得太冤屈了 云侯的话是正点 老夫回去就向陛下求告 希望可以得到恩准 这些时间 老夫越发的想要在林泉间 悠游 钓鱼 喂鸟 下棋 这些老人家该会的东西 老夫竟然一窍不通 老了 才开始活命 这种滋味 百味伐成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听了吴舍的话 云叶点点头 捞了一块鱼放在碗里 看着一脸尴尬的何种武说 你想再试图发展 这没错 尴尬什么呀 你对沃国山川风雾了如指掌 正是朝廷需要你出大力的时候 多加把劲 沃国这个国家很特殊 你要多注意他们的动态 他们现在的谦卑 就是为了以后的猖獗做准备啊 虽然这个时间可能有点长 但是绝对不能小看 我们三个都是经历很多事情 只是更想这辈子悠哉悠哉的混过去 你不要苟且 继续向你的目标前进就是了 河中武攻攻守算是谢过 不再多言 吴舍看了一眼河岸对云叶说 鲁王不死心呢 河岸边有他的死士在追随我们 你说要不要把他们抓回来呀 红尘黑黑的笑着说 嘿嘿嘿嘿嘿嘿 最好鲁王能够打我们宝船的主意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灵敲碎打的嚼的骨头渣子都不剩 只是这个没胆子的小人估计只想着告状 现在监视我们 人在哪啊 我为何看不见 这桂杆上放哨的将士也没看见呢 一点不入流的小法门而已 侯爷如果想看 那还不容易 且看老夫的 吴舍来到船头 抱着已经上了悬的巨弩 抵在自己的肩上 瞄着黑幽幽的河岸呢 就射了一箭 公悬财发出嗡的一声响 河岸上就传来了一声惨叫 和一些凌乱的走动声 吴舍侧耳听了一会儿 放下巨弩 对云叶说 那些苍蝇跑了 其中一个被我射中了胸腑 估计是活不成了 大军在此 居然胆敢窥视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船才到洛阳 早在这里等候的 萧宇老先生就上了船 见了面不客气 直接命令云叶 打开宝库 他要检查一下 估算价值 准备向天下宣布 顺便告诉所有的人 皇家是如何的富裕 陆富这种事情 只有皇家可以干 其他的人呢 都是偷偷摸摸的 把钱呢 藏在猪圈里 平日里喝汐粥 穿补丁衣服 逢年过节 才会吃上一口肉 美其明月 节俭 只有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个人窝在猪圈里 数着发臭的铜钱 独自享受金钱带来的快活 把钱藏在猪圈 这种事情 云叶打死都不干 钱就是用来花的 房子修的漂亮一点 吃的好一些 马车多挂一匹马 家里的女人穿的漂亮一些 仆人的赏赐多一点 大家都愉快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非得穿成叫花子的模样 失则家财万贯的 都说包饺子有馅啊 不在褶上 可也不能是一口找不着 两口咬过了吧 萧宇老先生看过珍宝以后 笑的合不冷嘴 却要云也低调 低调再低调 不能再干那种 为了蒸粉头 就把人家的船 砸层碎片的事了 也不能晚上随便射箭 把人当兔子给射死呀 鲁王那晚上就站在岸上呢 身边的侍卫被强大的弩箭带着飞起来的时候 王爷现在还在打摆子说 就差一点啊 就差一点啊 云叶认为 伟大的皇帝陛下 把萧宇老先生派过来 那就是个错误 现在需要全国上下都知道国库有钱 而不是低调 人心慌慌的都担心皇帝陛下穷兵独武之下会不会加税 有聪明的人呢 认为皇帝陛下面去了人头税呀 其实就是一种策略 所谓降之欲出 必先语之 聪明而又残暴的陛下 先是取消人头税 那就是打算让这些傻子先把自己的真实情况暴露 然后呢 聪明人打死都不愿意把自家的八个小三改名字 警惕的看着牙医们横行相间 忙忙碌碌的给那些隐没人口 账地分田 一边咬着牙说了 自家就三个孩子 一边羡慕的看着隔壁邻居家的四小子 分了口分田和永夜田 心里强烈的期盼着皇帝陛下呀 快把这些傻子的田地收回去 然后再罚款 让他们倾家荡产 那个时候自己就会获得最大的满足 运河两岸的人都看到了满船的奇珍异宝 黄金就堆在甲板上 太阳一照 眼睛都被晃得睁不开了 老天爷呀 中间那株树是什么树啊 一丈高啊 血红血红的 摇钱树 哎 你相辈老啊 你懂个屁呀 那东西叫珊瑚 一般的富贵人家呀 有个一尺高的 那就可以当传家宝了 皇家就要弄一丈来高的 那才能显出皇家的气派呀 出过门长过剑似的 斜着眼睛嘲笑着那些聪明人 萧先生 为什么要把洛阳府库的金子 搬空搁船上呢 云叶在黄金组成的金子塔边上 问萧宇 这是陛下的吩咐 你我照做就是了 哎哎哎 不要把金子往怀里揣 那不是你的 少一两 你巷上人头不保 贪毒国堂 谁都救不了你的命啊 云叶姗姗的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金砖 放在金子塔上 恼羞成怒的说 这不是诱人犯罪吗 您老也知道 小子是最见不得金子的 那只能看不能动 太痛苦了 萧宇老先生 很有风度的原谅了云叶的无心之举 站在船头吹凉风 关中闷热的天气是老年人的大敌 在他看来 船头的凉风比身后的黄金更加有用 小子 老夫的禁书补仪叼了阴板 你的算学出街 却被堂而皇之的叼了阳板 还一连叼了三幅模板 洪文管理闹翻天了 好些个大乳准备一头碰死在金鸾垫上 说是不堪受辱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他的书就被雕刻成了阳板 其他人的书都是阴板 娘娘的书是女人看的 雕成阴板天经地义 可是他们的书可都是给男人看的 都是治国安邦的经典 也被雕成阴板认为是奇耻大乳 前两天 大乳们可能认为碰柱子没意思 陛下给太极公的柱子上啊 包上了毯子 所以他们也不碰了 准备啊 等你回来 去你家碰墙 这烈子性的大乳啊 还陪了你半个老师 李刚的一脸唾沫 九十岁的老人家面前 你半个老师只能是唾面自干 说是等你回来就扒了你的皮 给老人家赔罪呢 听老肖这么说呀 云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事可太可怕了 得罪薰贵没什么 了不起是躲在玉山不出来 谁都拿你没辙 天下的百姓 说不定呢 还会以为你在劫富济贫 得罪了地族老财呢 给穷苦的人谋福利 伸个大拇指 夸赞一生的事情还是有的 得罪了这些大乳 那全天下就只剩下骂声一片了 这个骂声不会只有几天 是会成年累月的骂下去 不被骂成登徒子第二 那才是怪事 这下好了 云烟和登徒子老兄 一个好色 一个切明 在历史书上 交相辉映 大方一彩 云家顶峰 那都会臭十里呀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